十一长假结束后,深圳、上海、大连等地发布通知,要求外来人员三天三检,而且24小时内必须进行一次核酸检测。 12日开始,郑州高新区连续三天全民核酸一天两检。 13日,广州市花都区也宣布,部分区域核酸一天两检。 网传视频显示,近日北京、上海等多地小区被封控,拉人隔离。 深圳市民邓先生表示,深圳被调侃为核酸城市,天天做核酸,不做寸步难行。 其他国家已把中共病毒当成感冒处理,放松防疫了,中共还坚持清零政策,弃压百姓。 近期还传出,不少未公布疫情的地方也实施所谓静态管理,导致民不聊生。 辽宁省福顺市郊区养殖户安先生,家里养了三万只蛋鸡,因为福顺市全市封闭,无法运出去卖。 目前已近一万斤鸡蛋滞销。 今日,上海多个区招聘社区防控专港人员,合同期限为一到两年,担任核酸采集等疫情防控工作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雄斌、陈杰采访报道。 よろしく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зачем ców Galen 给翻唱 crown加油和 Found Project 17ure-5 嘉 Pink 中国 Sirle Valley 我up 准备